不管你是支持民進黨 還是你是支持國民黨 不管你是有黨還是無黨 你必須支持我李敖 因為我無人能黨 紅外套加黑狂眼鏡 語調語素幾乎一樣 唐同勝這個假李敖 再厲害 碰上本身也會怕 我倒想要告你 那個假的李敖 你穿了鹽那麼爛的甲殼 不不 李大師 那件爛的甲殼在這 就是製作單位準備的 趕緊出去跟他打招呼 我說那個李大師 您好 抱歉 抱歉 我就是電視上常模仿 您的那位 我叫蟲蟲 我知道 我知道你 這個 別緊張 第一次是在電視台見我 第二次就在法院 李大師 我扶您 等一下 躲開 話那麼多 躲開 真假李敖從台至少五次 每次都充滿爆點和笑點 但真正讓李敖被送的是這個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我是阿彬 他說 我特別討厭你 我說 怎麼了李大師 因為你同時模仿我 又模仿陳水扁 你知道我不喜歡他的 就是因為你這個王八蛋 害我跟他穿同一條內褲 李敖的妙語如珠 如今無緣再現 不只唐從聖不捨 就能綜藝天往吳宗憲 也很有感 他符合了我說的那一句話 寧願暫死沙場 也不要庸庸碌碌 他真的做到 李登輝副總統 副總統 五院院長 你都告過 那會不會有一種 狗在鼻灰掐的感覺 你會你會受到我的律師信 再一次當眾喊告 李敖的敢說敢嗆 不只深受綜藝圈喜愛 還掀起一股模仿熱潮 如今隨著他的逝世 恐怕再沒有人能相比拟 借林維一拳在報導